这边的考验其实是很大 在第一年的时候 因为没有人想到在Hokker Center可以吃到这种东西 所以也没有这种气氛 人也没有这个习惯来Hokker Center吃这样的东西 哈喽,我的名字是Jengs,我是Jengs Kisatia and Blanche,阿玛伊 Food Center 主要是卖Kisatia跟Bulito,在下午的时候 早上的时候我们是卖Bulito,还有Sandwich 是7点半到10点半 所以我们有两个菜单 新Hokker主要是Kisatia跟我的Domato Salsa 因为我们的Salsa有一点跟人家不一样 我们是Homemade 外面大多数人是做Fresh Cut Tomato Salsa 我们是做Domato Beauty的,Sauce Style的 所以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Domato Salsa其实有三种 一种是Fresh Cut Tomato Salsa 一种是Domato Salsa Beauty 一种是Losted Tomato Salsa 以前第一次接触到的时候 我是在Tungling,Finnish Park Roof 有一间Tenting在上面是卖美西人鱼 所以以前我是在那边Industrage 然后过后,我在Google,Asia Square 那边的时候我有一间Cafe是属于Domato Salsa 然后我就在那边开始销 Kisatia,Bulito,Bunch 点Google的员工 然后过后我自己也想 因为我发现到Market其实很少这种食物 Special是Hokker 可能没有 可能我是第一间 然后因为这个地区是Office嘛 然后我也在这边Asia Square Lavasa对面 所以我在这边Asia Square的Google 我有试过用这样的东西来Serve 这边的Office的员工 然后反应是蛮不错的 所以我很想自己Try一下 来这边做看是怎样的情况 然后我也想说 把这种东西是卖给大多数的人 而不是只是卖给餐馆的人 因为Store是可以卖给全部的人 如果你只是餐馆 不是每个人有办法每一天去餐馆 所以这个是我的想法 这边最开心是跟餐馆不同 因为这边我们直接接触到顾客 然后你知道顾客需要的是什么 几时开始 差不多 差不多我19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是刚刚来新加坡 然后找一时找不到工作 我的亲戚有介绍我去做 然后后来就做了15年 然后过来这边 过来这边再加这边4年 差不多19年了 所以第一年的时候的挑战会比较大 然后也 本地人也不知道 不是说不知道 很少本地人知道什么是Kissabi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去 order 然后慢慢开始因为我有蛮多的洋人跟外国人来买 然后其他本地人就看到 为什么这么多洋人在这边是吃什么在买什么 然后他们就follow out 来try 然后才慢慢带到这个气氛来吃这个东西 所以现在我的顾客 除了洋人跟外国人还有 其实还有很多 甚至是老安弟老安哥 我们这边有很多不同的顾客 因为这边比较 英国 这边什么国家的人都有 什么年龄层的人都有 所以你会知道他们要吃的是什么 然后有一些变成朋友变成老顾客 然后有接触到不同国家的人 然后他们会 有些顾客们一直会回来 然后带朋友甚至带家人有时候拜六来吃 然后这个是一个 你打工得不到的满足感 我的行程 现在因为covid稍微 短一点 以前差不多是早上五点多做到晚上十一二点 因为我是一个人而已 所以我是自己 大多数的东西我们是自己做的 所以就从早上开始我就来这边 来这边就开始做到差不多 卖到差不多六七点 然后晚上回家了又继续准备材料 到差不多十一二点 Future plan是还没有这么快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不要好高无远想到这么快 主要现在我是想把这边做好 因为现在这边面对到COVID-19 很多人还在过逢红 然后现在疫情爆发很多人 NC 所以我的Future是这边就在 奥克雷城 半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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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很感谢我的一些 我的顾客还有一些敢尝试新的东西的 顾客 所以我才可以走到今天 如果没有Neolus这些顾客 我也不可能在这边趁到四年 所以我很开心有人 可以开始欣赏这样的食物 谢谢大家 如果你有时间 或者你去哪里 我希望你能来尝试 我们的鲜杰鱼 是家製的 鲜杰鱼 尝试新的食物 在Hogak Center 我们可以来尝试 今天的食物 我们可以来尝试 我们可以来尝试